3月16日晚,韩媒KPS曝光了包括郑菊英在内的两天一夜成员聊天群的对话。 根据对话显示,知名演员车太贤、电视人金俊浩等均涉嫌数百万韩元的非法高尔夫赌博。 据悉,该内容是在郑菊英被查的手机中发现的。 3月14日,涉嫌散布偷拍视频的郑菊英与涉嫌性招待的胜利来到警局接受调查。 郑菊英在离开警局时向媒体表示,他已将两周前刚刚更换的新手机与以前使用的那台被称为黄金手机的手机都上交给了警方。 15日,首尔地方警察厅搜查了郑菊英住所,当时警方相关者表示,虽然嫌疑人已经提供了手机,这次搜查是为了确认是否隐藏其他手机。 非法娱乐时事报道。